此前因为忙于期末考试 王俊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观众的面前了 临近寒假 王俊凯也终于有时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 对于王俊凯来说 2017年最大的收获无疑是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而刚刚结束了第一学期的学习之后 老师在微博上亲自夸他 让王俊凯也是有点小害羞 老师表扬你当然是非常开心的 那你现在觉得比较难的课程是什么 所有的都挺难的需要自己用力去学习 别看镜头前的王俊凯还是不免羞涩 但其实在表演课上人家相当放得开 拍小品的时候会选择出演最熟悉的黄牛 而上动物模仿课的时候也十分的解放天性 第一节课其实就是动物模仿 你模仿哪个东西最像 我模仿的我觉得我模仿熟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收获 对不光是在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知识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学校这样一个氛围 因此结束了长城和解 优杂货店的试水之后 对表演越发有兴趣的王俊凯 也正和金马奖最佳女配文琪 搭档拍摄电视剧天坑烈鹰 该剧讲述了赶闯赶拼的北京小爷 成长为少年英雄的故事 说起来王俊凯19岁 文琪15岁 不得不让人感叹后浪时代的力量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天王俊凯还刚刚被洛杉矶 某电影公司签约 助力其开拓好莱坞资源 不过对此王俊凯倒也淡定 毕竟在这个年纪 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才最重要 我可能不能 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具体的角色 但是如果说一个剧本在这里 我可以看到 就是人们可以吸引到我的那个角色 当然就是我最爱去尝试的 文艺新天地 我 我 我